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透露 全美200多所研究機構的500多名 受聯邦政府資助的科學家 可能和外國政府有不透明的聯繫 其中有超過百人 遭到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研究系統除名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院外研究副主任 邁克爾·勞爾在週四參議院衛生委員會上表示 一些外國政府通過有系統的計劃 企圖不當影響美國納稅人資助的 生物醫學研究人員 正如您所說的 我們已經認識了超過500科學家 我們目前為了超過200科學家 每一份都需要很大量的工作 去查看什麼正在發生 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2020年的數據 在他們所調查的189位科學家中 有93%獲得了中共政府的資助 而且沒有公布 在這些個案中大多數研究人員都是50多歲的亞裔男子 勞爾說NIH還發現了不是外國出生 也並非華裔的科學家 同樣出席該聽證會的政府問責局的坎蒂斯·萊特表示 調查人員需要接受更好的培訓 勞爾特說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需要強化其揭露政策 不僅要詢問財務上的利益衝突 還要詢問非財務方面的衝突 例如時間和精力上的投入承諾 本週早些時候 伊利諾伊州的一位數學教授 在申請聯邦資助時 隱瞞了從中共政府獲得資助而被起訴 週四 還有一名中國出生的化學家 被判竊取價值1.2億美元美國商業秘密的罪名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綜合報導